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到 特勤的南台灣 台南 因為今天剛好有要來拜訪一個老朋友 那他帶我來的一間 他覺得很特別的餐廳 對 真的很特別 第一個最特別的是 他媽好 今天跟你們搞到 他跟迷宮一樣 他第二個 第二個特別的 他跟我們文典科一樣 他是無菜單料的 早晚在那邊可以靠興一下 對 他是想弄杯 什麼啦 偷弄杯啦 對 那吃什麼 不知道 怎麼來的 我也忘了 對 那餐廳到底長什麼樣子 今天興趣看得至少 走 接下來是南華鞋 快一半或是 我要到底可以再吃 OK 謝謝 哇 第一道做做 南部人的米其妓 很不錯 比較大分 對 北部的話應該剩10分之1 大概只有10分之1而已 味道怎麼樣 不錯耶 有南部的味道 我覺得多一點 北部人的個性那種感覺 豪邁大方 乾脆第一的味道 真的假的 對 他沒有過多的調味 他就是泄漏的時間 會配他們自己醃製的桂蘭 從來再品味道 然後很豪氣的給了很多 對 其實這很麻煩 真的耶 對 然後我跟觀眾講 今天是別人招待 我就想說我直接吃完 再看看多少錢 好 醬北部人去吧 OK 麵包怎樣 醬北部人 可是他的名字不像 他名字是什麼 它是什麼 鵝肝 蘋果什麼的 看看加奶油 它那個奶油好頭脂 味道 整不出來 咬太快會流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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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是好吃的嗎 很香味的大油麵包 那個醬比較好吃 可是醬我是想不起來是什麼味道 麗莎貝爾的味道嗎 蛤 那是什麼東西 喜餅的味道 麗莎貝爾 你確定嗎 還是郭源義 麗莎貝爾 我喜歡南部人的介紹菜式的方式 怎麼樣 乾淨俐落 北部人介紹太多了 所以我就記不住 那你說一次他剛剛介紹什麼 一比一火腿熟成 配他自己做的酪梨醬 唉唷 好像厲害喔 那它不光它有嗎 對 沒有 火腿一樣配它 它無瓦果 它火腿蠻好吃的 你是自己醃漬的是不是 因為它是嫩的 因為它是嫩的 就是你假的它那個香氣會 在你嘴巴說就是 一咬一下就噴一下 咬一下就噴一下 它不像一般的火腿 我有點乾鹹 我覺得它算是剛剛好 那酪梨醬呢 跟火腿差不多 火腿差不多 差不多這個味道 OKOK 有雙下巴 好了 先吃火腿 然後加哈米花嗎 對 然後再加露梨醬嗎 沒錯 這側拍你那個雙下巴超可愛的 幫我開車或者講 我開車 所以這個是紅條 我們把你表演之後 可以切 那你又配的肉 是呢 大概做五分鐘 它做五分鐘的紅料吃飯 去搭配柚子醬 然後柚子醬 可以把他在裡面的甜味拉出來 不錯 我覺得算蠻中規中矩的一道菜 然後食材也新鮮這樣 對 其實有點微點客的味道 食物的原貌 對有點像我們 微點客當初設計菜單一些理念 就是用一些簡單的東西 塗顯食物的味道這樣 我們今天是軟絲 龍蝦跟大蔥 這是海鮮的味道 欸我真的覺得這個湯 感覺好像有點絲成相似 我們以前好像有出過了 對 你喝喝看 看有沒有現代一不一樣 差不多套路很多 不會難喝 對 太熟悉了 而且他們的餐具其實都算蠻 蠻和實的 北部的比較浮誇一點點 那裡面他說有軟絲 軟絲是生的對不對 嗯 它是一個即可的海鮮蛋 沒有到金麵拉 它就是一個很安全牌的 不吃海鮮感覺沒有接受 但它海鮮味其實蠻重的 那我一定很愛 很鮮甜的 對 它味道很濃 是起司味嗎 對 它說干貝什麼燉飯 松露燉飯 干貝松露燉飯 然後濃濃的起司味 還好不會很濃 啊 試下去不會濃 沒有 它只有香味而已 涼鬆鬆的味道蠻重的 一個中規中具的燉飯 我覺得它命定應該是要讓我們 人家飽吃飯 因為等一下可能要上主菜 喔 對 我可以把它上菜的方式學一下 對不對 對 它介紹得非常的 鮮潔 有利利多 可是它沒有給它一個名字啊 松露燉飯 對 喔 干貝好吃喔 我沒有很甜 比你家好吃嗎 你是干貝王欸 它會比較小顆 欸 你快吃完了欸 所以應該是還不錯的 所以應該是還不錯的 這一個是豬 牛呢 喔 牛 是豬 我覺得它那個很菠蘿蔔 很可愛欸 讓它看一下分量 喔 一刀就上去 嫩喔 它是沒有講到的那個 趕機產品 我們要上去嗎 是和牛嗎 不是吧 沒有 沒牛 嗯 吃下去有很重的 炭香味 炭香味 很重很重 中規中酒 中規中酒 我算非常清豔 醬汁的部分我吃一種 因為你吃太多了吧 就要更專業了 醬汁OK啊 就是一個甜甜的 甜甜配牛肉的一個醬 就這邊的味道其實都是偏甜對不對 有喔 我覺得試了每一道都算很甜 還難嗎 我這樣吃看看豬的味道 好 它豬的分也很大 對啊 這個應該是豬梅花 豬梅花 應該是應該是 還是跟你們家豬一樣 那一比一豬啊 喔 一比一豬 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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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 中文 中文 我不要不要問 wär白天這肉 sehe 因為標準太高了是不是 嘿 XDD 可是沒關係 這是好的肉 是好的肉 看的出來 是文講出什麼詞 你喜歡的 他說他是社 leveう 哦 那我必須去講啊 她們的甜點 比國聯課強太多了 畫面啊畫面 對 他們畫面很厲害 這點我們要檢查一下 那你們都是一些直男齁 這我們感興很多 我們是做很感動的東西 我覺得他們的盤子啦 你們如果不強 我們可以 會不會強一點 會不會很強好不好 不知道怎麼強 這是冰淇淋嗎 芒果冰淇淋 喔 芒果冰淇淋啊 吃吃看是不是色香葡萄 喔 很甜的葡萄 那就是色香葡萄 很甜的葡萄 其實我必須講的 視覺大於吃的感覺 算是很一般的東西 然後把它弄得漂亮 我覺得它那個盤子很漂亮 好 不要懷疑 這就是我們想要的結尾畫面 這邊就是長這樣 好 那今天吃吃下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真的非常的 像威點客 以前嗎 現在寫解差不多 他們就是用了很多好的高級的食材 去用簡單的方式 去讓料理的原味檢視出來 所以其實我吃起來有一點 親切感 那我問價錢的話 我們今天的套餐是 3000塊的套餐 那我剛剛計算一下成本 其實OK啦 其實跟威點客價錢也差不多 那他們也除了一些 比如說像台北市的貴的租金 他們使用的餐具也沒有到非常的難對 華麗 反而是用了一些人情味的方式 去沈澱他們的料理 我有打聽過 他們好像就是一家人 喜歡做料理 所以來開了電燈店 而且今天是魚仔集 是 禮拜四的中午 高棚滿座全部做滿 他們一定有一定的水準 他們的料理比較不會有那種 哇 這什麼 他們就是飯吃得非常出入 我覺得是非常不錯的 我相信啦 台南人一定知道電燈店 那如果有機會來台南的話 那歡迎也可以來這邊訂位看看 因為好像也不是很好訂 很難訂 而且他好像晚上只接一組 那今天吃下來是 不會胎生也不會讓你餓得到 我滿推薦台南人的一間餐廳 好那你聽到這邊 掰掰